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 我大日本帝国也是崇佛之国 本人自小也在佛堂念过经 所以也不想为难你们这些出家人 但不幸的是 现在有中国军人混在你们中间 只要把他们交出来 我们大家就相安无事 否则 阿弥陀佛 这些出家人都是帮老衲修复祖庭的 请长官明察 你是干什么的 老衲虚云暂且代理本寺的主持 你就是105岁的虚云 正是老衲 我很尊敬你 但出家人不打妄语 实话告诉你 两天前我们有三名军人和一辆运粮的军车失踪了 而就在你们寺前的大路上发现了车印 老贺尚 你这做何解释 云门寺前的公路是通往韶关的主干道 有车印不足为奇 你这做何解释 检查 你们 过来 检查戒霸 你 出来 你出来 你们 是军人 我们不是军人 为什么没有戒八 我们还是沙弥 还没有受戒 是沙弥 总会念心经吧 阿弥陀佛 念心经是佛门最基本的功课 念 官自在菩萨行身般若波罗蜜多石 召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 舍利子色不易空 色不易色 色即是空 出来 你 害怕了 没有 为何满仇大汉 我刚刚生过一场大病 你们召集的时候 我还在床上 你杀过人 那是过去 我当过土匪 现在早已放下土道 潜心是佛了 出家几年了 八年 八年 我看你头上的戒八 是有些年头了 既然出家八年 会大座参禅吧 会 但六祖说 生来座不卧 死后卧不做 一身臭骨头 何来 冷银经会念吧 会 念 来 是 是的 他 有些人 你 有些人 是 透露的 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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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傅 不好了 怎么了 鬼子要屠村 屠村 是 上流村两三百号人口都被赶到乡场上 他们还架了好几艇机枪呢 为什么 今天我打差刚回来 准备回到寺里来 发现有日本的军车冲到村子里面去了 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查 又是抓人 又是抢粮的 我觉得很奇怪 村子本来很穷的 平时大家都是靠木收野菜度日 怎么可能有存粮呢 后来 我一打听 昨天有人在山沟里发现了一辆掀翻的凉车 大家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哄抢 后来才知道这个凉车原来是日本人的 他们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广稷 广稷 你要干什么 这件事由我而起 我不能连累了老百姓 你这样鲁莽才会真正害死他们 师父 我不能眼看着老百姓为我去送死 你快把那个东西给我放下 师父 广稷 你带两个人 马上把他送到李将军那儿去 是 明光 是 把衣服给我 好 师父 您要干什么 我出去看看 师父 去不得 您可千万不能去 我已经105岁了 还有什么地方去不得 再说 我此番前去也是为几百条性命去交涉 又不会跟他们去拼老命 成与不成 成与不成 还得靠菩萨保佑 把佛珠给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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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良心搭搭的坏了 现在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把领头的通通交出来 否则 可傻无论 乖 别怕 菩萨会保佑我 阿弥陀佛 你的什么人 他就是徐云和尚 在中国和日本威望很高的 老和尚回你的庙里念经去吧 这里没有你的事 红尘纷争老衲原本不会介入 但是你们要是滥杀无辜 出家人就不能不过问了 他们通通都是土匪 不 他们都是善良的百姓 既是善良百姓 为什么还要杀我的士兵 抢我的军粮 你看一看 他们手无寸铁 各个骨瘦如柴 手无腹肌之力 怎么可能去杀一个士兵 他们家家户户都有皇军的军粮 这作何解释 你们说这些粮食是从哪来的 老天作证 二马子昨天到山沟里打柴 发现一辆翻到山沟里的军车 这粮米到处都是 大伙这才一哄而上前去抢粮的 是啊 就是这样 长官 你听到了吗 因为没有粮食 大家都饿疯了 所以才不管这粮食是谁的 还是从哪来的 你们中国人的狡猾狡猾的 在这群人里 就有八路 就有游击队 老和尚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也发发慈悲 只杀一个领头的 作为破坏我大东亚共荣权的惩戒 如果 你一定要杀一个人的话 那么长官 那你就杀我这个老和尚吧 师父 天堂有路不肯去 地狱无门偏要来 老和尚 你真要成英雄 那我就成全你 为了天皇陛下和皇军的荣誉 我就陪你一起下地狱 长官 走开 我现在数三下 再不把他领头的交出来 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 一 二 不能杀 杀 阿牛 谁 谁在开枪 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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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你弟 什么弟干活 我弟 游击队的干活 阿牛 不可能是啊 杀日本鬼子 带头抢军粮 通通是我干的 徐云长老 是 是你教会了我做人 是你给了我做人的机会 我盼着你给我说法受戒 那就等到来时吧 乡亲们 我阿牛自小时百家贩长大 养育之恩 无以为报 你们都是我的父母 兄弟 姐妹 苦妹 苦妹快叫阿爸 快叫呀 快叫阿爸 阿爸 你们都听到了吗 苦妹 是我的孩子 她叫我阿爸 羞儿 你一定要好好照看她 阿牛 一定 很好 走 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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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发布中战诏书 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中国军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 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ց unto disturb 向前赏 这就祝我 佐 firms 丰厉 保护 军民寝 引光 丰厉 瓦 华人 他的 hand 封觉 丰厉 Thinking 长老 你怎么回头 徐殷师奉勇 来 阿牛死的愿 快起来 我知道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找藤天 为阿牛讨命 阿牛的命是讨得回来的吗 长老 我们全村人都很敬重您 当初阿牛忍辱被逐出村子的事 但是真相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阿牛是为了全村人而死 不杀藤天为阿牛报仇 我们大家都不能安心 是 杀害阿牛的虽然是日本兵的那一枪 但是阿牛的命何止那一枪 那我们就这么算了不成 杀害阿牛的虽然是日本兵 但是日本兵在中国杀害的何止是一个阿牛 光南京屠城就杀害了我手无寸铁的同胞三十万 要说讨还血债他们能还得了吗 当初你们把阿牛逐出村外都认为自己是正义之举 现在你们知道错了 是啊 知道了 你们看看 这些日本兵还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他们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侵华真正的策划先锋 只不过是那些有权有势的战争狂人 日军侵华自造恶因必然会受到恶报 但是他们今天放下了武器就是放下了屠刀 纵然你们杀了藤田甚至所有这些日本官兵 阿牛就能死而复活吗 他们这些战争罪犯应该交有关当局来处理 我们不能以个人恩怨来处理这件事情 起来吧 你们都起来吧 你们家里的父母 妻儿和亲人 还都盼着你们早日回家呢 走吧 走吧 各位施主 让他们走吧 我们怎么办啊 让他们走 让他们走 你怎么办啊 1949年10月 新中国诞生 此时虚云正在香港讲经说法 在这历史巨变的时刻 他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 师父 香港有这么多的信众 我们都希望您留在香港弘法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其实这些天我心里都明白 什么开光啊 奖金啊 这只不过都是个幌子 你们是想把我留在香港 不让我回去 师父 来 来 来 师父 师父 请您留下来吧 请您留下来吧 都起来吧 快起来 佛门的祖庭都在大陆 中国佛教的根基都在大陆 我怎么能不回去 可是共产党是不精神的 师父 但是他们也提倡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都希望您能统领大众 在海外弘法 如果您不愿意留在香港 可以去台湾 去美国 是 出家人身无所助 心无所助 随处都是家乡 放下便是道场 我本人家在湖南生于福建 我的根在大陆我还是个僧人 海外弘法自有其人 我是决意要回去的 师父 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 只要您一过楼湖海关 到了香港 我们大家就算是绑 也要把您绑在这儿 是啊 你们绑得了我的身 但是绑不了我的心 是真 师父 您怎么没有坐长路汽车 我看人多拥挤 就从韶关抄劲道回来了 这既锻炼了身体又省钱 一举两得 你说是吧 太好了 大家一直担心您回不来了 我怎么舍得抛下你们 1953年5月30日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 须云长老当选为名誉会长 师父 北京来的电报 赵普初居士请您回北京居住 指导佛教协会的工作 我给自己定了三个规定 我来 这一是不住城市 二是不住小庙 三是只修复祖师道场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我哪住得惯了 再说佛教协会有圆英法师和赵普初居士主持 这一是不住城市 我没有想到你们的国家 不住城市 不住城市 他们也会做得更好 再说我也老了 说得也是 师父 您坐下歇会儿 喝茶 我总不能在卢山这个地方 晒晒太阳 娇娇花 说是养老 这跟等死有什么两样 我呀 还想做一件事 等这件事做完了 我也该走了 师父 你们是从哪来 为什么要拜我 我们是从云居山来的 九阳老和尚大名 无缘亲近 您悲心愿大 一生修建了八十多处寺院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请您主持修复云居山真如寺 真如寺 那是曹董宗的祖庭 千年古差 日本人侵犯江西时 看到云居山山势险峻 容易躲藏游击队 一把火把真如寺烧了个金光 至今仍是一片废墟 人侵犯 是不是我哪说错了 惹老和尚生气了 是啊 这老和尚已经114岁了 你这么说不是惹他不高兴吗 都怪我 来了 长老 您这是要往哪去 你们不是让我去修真如寺吗 说走就走了 那还等什么 可不是说走就走 好好 那我帮您背行李 出家人 哪有那么多家事 走吧 再不走 有人拦着就走不了了 这也都是缘分 修复真如寺 老衲也是义不容辞 我们就在这儿住下 师父 这里连一片瓦都没有 怎么住 这山中有毒 这地里有茅草 我们还愁没有地方住吗 我们就在这儿搭一个茅棚 行 师父 您歇着 这些事交给我们来做 那怎么行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们各种各的因 各修各的不物 来吧 我们现在可以开工了 走吧 来 来 哪来的野和尚 砍竹子砍树 怎么也不跟我老树神打个招呼 这后山上的山林不是属于真如寺的四产吗 我不管地是属于谁的 这竹子 这树是我种的 要砍总得跟我打个招呼 这应该吧 是 我好知道你有什么用处 我也好给你介绍砍哪棵最合适 原来如此 您对这后山的每一棵树每一棵竹子都认识 这山上的竹子和树都是我种的 我当然认识 老人家 别叫我老人家 我看您的年龄跟我差不多 这山上山下的人都叫我老树神 您在这云居山种树种了多少年了 多少年我不知道 我不会算数 我开始种树种竹子的时候 那半山药那个采药的老汉还没出生 现在他都七十五岁了 贵才相信了 你要把这个庙重新盖起来 可真不容易 我说老和尚 你这么大的岁数了还劳神费力 你没房子住 你还帮山越岭的种树干什么 你是缺树盖房子 这话倒有点意思 不过我看你能盖得起来 就像我种树一样 这满山遍野的树数也数不清 可没有人会相信是我一个人种的 过去常说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想不到的 不过现在老喽 想和做都变得困难了 做了一辈子和尚 你觉得做和尚自在吗 没有你老树神种树自在 本来修行是无欲无求 但是我这一辈子一直是有所求 刚出家求道 住盐洞 后来为母亲求功德拜五台山 后来为了求佛意东跑西跑万里跋涉 再后来又四处出头修建寺庙 忙忙碌碌 哪有你老树神不知今夕世何年自在 怎么活都是一辈子 我不知年月 连自己多大岁数了我都不知道 反正月亮圆了是十五 看不见月亮是三十 草发芽了是春天 落雪了就到了冬季 操那么多闲心干什么 这人就是想东想西颠三倒四 这颗心就放不下了 所以才烦恼世卑不断 要吃佛饭做本分事 也是为了求得心安 我今年一百一十五岁了 经历过道光 前锋 同志 光绪 宣统 五朝皇帝 原是凯成帝 张勋复辟 军阀战争 八年抗战 四年内战 我目睹了中国的百年战乱 沧桑巨变 沧桑巨变 只身红尘世间 由不得你不想 由不得你不做 苦 不苦 就不是人生吗 这么说 我没有人生 我白活了一辈子 你也没白活 你不是还种了这么多的树吗 还看了这么多年的山和水吗 这有什么 山就是山 水就是水 是啊 初次见到山和水的人 他会说 这就是山 这就是水 后来见多了他就不这么认为了 原来山有千遍万化 水有万种风情 这时候看山 不是山 看水也不是水了 这山山水水都是人的思想 等走遍了万水千山 看透了这些才发现 其实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没有分别 老和尚 你这是说的什么鬼话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走了 吃饭还是吃饭 睡觉还是睡觉 是啊 吃饭还是吃饭 睡觉还是睡觉 住毛盆和住大厦都是猪物啊 师父 师父 是你们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师父 自五二年进京以后 我们无时无刻不挂念师父 直到师父在北京办完事会回云门寺的 没想到您却到这个荒山野岭上来了 住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做弟子的实在难过 师父 你看看 又做俗太了不是 这前两天我还跟那个种树的老头说睡觉就是睡觉睡哪儿还不都一样 快起来 这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坐 要不就坐在床上或者是地下吧 师父 行菩萨道 但为了佛法 不能不注意法体 老衲 夜中欠这个世界的太多 纵然空火千岁也是白火 白火还不算 还有罪过 所以做最后一间佛室 以消夜障 我出来这里的时候 这里只有四个出家人 本来是打算搭一间大草棚大家一起住 可没过几天哪 又来了几十个出家人 所以这间草棚就让我一个人住 住这儿好啊 清静 你们来了就多住些日子 也好帮我一把 师父 何必这么客气 我们留下了做事 不是帮谁 是为自己修福啊 好 好 那明天就开始帮我一起干活吧 我们大家今天相聚在一起 这都是缘分 大家修复云居道场 今后要辛苦各位了 眼下修寺院没有太多的供养和捐助 全靠我们自己 好 各位大众师父 值得确保 我的草棚也修好了 今天 我们相聚一起 承蒙住位 发心 通过一起修复祖师道场 五年多来 劳心劳力 这些人都不愿意 真如此总算是修复起来了 庙修好了 我们的誓言也将尽了 师父 请您保重法体 久住世间话渡有情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还是说凡夫话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 要认认真真去做 做完了以后呢 就要像这块主板一样 空无所有 你们看一看 这块主板有没有东西 好 今天的事情和昨天的一样 该耕田的耕田 该和你打砖的就和你打砖 该上山伐木的就上山伐木 一个也不能少 好 只有老和尚我想偷个懒儿出去逛一逛 下堂 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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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砍树 也不跟我老树神打个招呼 你看好了 这棵树可是我自己种的 真快 一晃都五年了 来 我来帮你砍 好 好 好 注意点 老树神 谢谢你 后会有期 你就这么走了 空空来空空去 我还能带走什么 也不给我留点什么东西 好 我给你留首诗 少笑离晨别故乡 天涯云水路茫茫 百年岁月垂垂老 几度沧桑得得亡 但叫群迷登绝岸 感慈威命 入芸汤 我今天请你们来啊 只有一件事情 要向你们交代 否则以后 你们要将我的骨灰 一念成细末 用油糖面粉制成小丸子 投入河水中 一共水族结缘 以满我最后一个心愿 师父 请您为法救助世间 我都活了一百二十岁了 还救助个什么 救助就是拖累大家 我一生受尽九摩十难 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 为寺院 守祖得清规 为出家人保存一令大义 你们今后如果应助四邦 也要坚持保住这一令大义 也要坚持保住这一令大义 怎么才能永久保住呢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戒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 中国近代佛门宗师禅宗泰斗 须云长老在江西云居山圆寄 走完了他一百二十年的人生历程 须云长老一生便走道场 重建六大名刹古寺 成前起后光大宗门 他一身尖挑中国禅宗五家法脉 其弟子门徒数以百万计 他们遍布世界各地 跪成中国禅宗奔腾不息的长河 三十五年历程 将其放松的徒数以百万计 有三十年下 三十十一年 三十十一年 二十一年 十百多年 一百多年 二十四银 中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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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